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何欣海 福仁大学日文系的何欣海 今天这个单元我们要讲的是日语文法 七感叹词 在日语学校文法里面我们分为十大品词 然后其中一种叫做感叹词 我们往下看 感叹词呢,其实在日文一般我们的用词 可以用感叹词也可以用感动词 所以优称感动词 那这只是十大品词的一个专业术语 那也不是说多么的感叹或者是多么的感动 我们先来解释一下好了 它是自立词,它自己本身就有意思 但是呢,有的感叹词它会有不止一个感叹的用法 这个我们在查字典的时候,好的字典会告诉我们 当然它会标示感叹词,可能有的只写一个感 好,它没有活用 没有词尾变化的意思 它不像动词,凶词或凶动词会有词尾变化 也没有修饰关系 它不像副词是连用修饰 那也不像连体词,它叫连接体验,叫连体修饰 它不用 它单独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词了 而且呢,通常位于巨首,就放在句子的最前面 那,不只表示感叹啊,刚刚老师有说过 它有感叹啊,或者是感动啊,甚至呼唤 喂,那个或者是我们打电话的喂 那个喂也算是哦 还有应答,回答人家嗨,也 然后或者是它的口语形,嗯,哎,呀 啊,这个都算是,打招呼,打招呼也算哦 Konichiwa, Ohayou, Konbanwa 甚至连sayonara都可以算在感叹词里面哦 吆喝,就是 吆喝,吆喝声音发出,吆喝的声音呢 然后呢,做什么事情哦 好,我们看例句,然后来做解释好了 啊,说,打招呼,打招呼 啊呀,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如果我们这个,往下,intonation往下的话 啊呀,是这个样子啊 啊,说,打招呼 那,啊,就是感叹词楼,都放在句手 然后呢,这是表示惊讶 哦,素晴的景色啊 哎呀,这个真是非常棒的景色啊 绝佳景色啊 像一个电影阿凡达 那个山会浮在空中啊 天啊,哦,素晴的景色啊 那,哦,就是感叹词楼 好,它都放在句手 好,接下来 啊,这表情要驚 啊,五期不理的啊 五期不理是蟑螂哦 那,通常在我们系上的同学 就是日文系的同学 女孩子比较多哦 女同学比较多 那也不晓得好像 不少女同学有 怕蟑螂啊 其实蟑螂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们是不是很清楚为什么 嗯 尤其明天就叫母 然后可能有些同学会说 它长得难看啊 然后生命力很强啊 然后打下去的话 咻,那个沟会喷出来 哎呀,我的天啊 我在说什么 就有点恶心啊 等等的哦 可是同学知道吗 小蟑螂,那种baby蟑螂 你们不觉得可爱吗 我们在讲人家的baby的时候 通常都会劝同学说 我们只有一个形容词哦 在讲人家的小孩子的时候 就是可爱而已哦 kawaii 只有这个形容词可以讲哦 其他你绝对不能讲 不,不管它长得什么样子哦 那个妈妈听到 你只能够回答可爱哦 那你看看baby蟑螂 那种小baby的蟑螂 你不觉得它很可爱吗 而且明天就母亲节了 你对蟑螂妈妈 真的要这样子来 讲吗 好,对不起哦 回过头来 啊,这个 就是感叹词,表示惊讶 好,这里我把它标示成为第一句哦 因为我们等一下要两句来做一些比较 啊 看到蟑螂的时候 如果只发啊呢 也是可以哦 其实第一句跟第二句的内容是一样的哦 第三句 那也是可以哦,这也是感叹哦 那这里老师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这三句要表现的内容都一样 那感叹词是这样的用法哦 好,接下来往下 好,接下来往下 那我们会非常感动啊 哎呀,你已经伤成这样子哦 哦,哇塞 你已经被打成这样子了,然后竟然还活着 好,这个呀是感叹词 然后呢,它有一个强调形 やれ,やれ 但是呢,やれ 另外有一种用法 那如果我们 它的强调形呢 除了刚刚这个含义 再加强调语气 就是再加以强调语气之外的用法 除了那个用法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やれ,やれ,疲れた 这里相代全句的意思哦 新闻闭密度した 有切身痛切的这种实际感觉啊 哦,今天啊 从早工作到晚了 加班之后再加班 再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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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れ,やれ 疲れた 筋疲力尽啊 好,这也是感叹词哦 好,电话里面我们常讲哦 那个打电话过去 喂,我是谁啊 然后请问谁在吗 那如果说自己是古鸭鸭鸭 さあ,行こうか 这个さあ也是表呼叫呼喊对方啊 好吧,那我们就走了吧 已经事情告一段落了 さあ,行こうか 表呼叫或表劝诱 誘い掛け OK 这是誘い掛け啦 はい,消失しました Yes, Sir 知道了 我懂了 然后这是用鸡语的表现哦 わかりました 鸡语表现 好,这个硬打 Hi いえ 那都算是感叹词的一种 在十大瓶时我们把它分到感叹词 因为它放在聚首哦 那通常我在感叹词后面会打一个斗点啊 totem 这样比较容易了解 接下来 こんにちは 这个打招呼语都是哦 こんばんは おはよう 都算是哦 或者是甚至于sayonara 那我们都可以把它列为感叹词这种挨拶的言葉 那我们中文里面的你好 或者是台语的吃饭呗 这个都算是哦 或者是我们生意人啊 在互相打造问候的话会讲说 啊最近生意怎样啊 啊回答只能回答回回啊 或者是吃饭呗 那只能回答夹饭啊 不可以说还没有 不然会很麻烦 因为得请你了 好 还有一个 かけ声 吆喝 どっこい 那可以加修啦 那一般到どっこい是OK的哦 就是 通常就是双手 在提起 重物的时候 我们会发这个吆喝声啊 呦 どっこい どっ 这样子发这个吆喝声啊 思いにもぞ文字あげた 然后呢 也可以加 どっこい 加一个修 那 加修的话可能 老人比较常用这个啦 どっこいしゅ 因为那个腰已经不行了 啊 体力也不行了 那 手臂也没有什么力量了 どっこいしゅ だ 思いにもぞ 文字あげた 那 感叹词呢 其实 他的词 中文其实感叹词没有那么多啦 喂 啊 哎呦 あれ 哦 这个我不晓得怎么说 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日文呢 稍微多一点 那常用 常用的老师 现在已经都举例在这里了 那基本上我们分为 就是心情上的感动 或者是感叹 然后呼叫别人 もしもし もし也可以 ね 然后人等的 然后人等的 Oi 也可以哦 然后呢 或者是表示应答的yes no 嗨 yeah 也可以 还有挨拶子的言 最后的这种吆喝声 那当然最多的可能就是表示感叹或感动的这一些词哦 会是最多的像我们这里的啊哦哦哦还有表示惊讶的啊这个都算是吼 那这些词不多 但是同学遇到了就睡眠记一下吧 感叹词其实跟连题词一样 它数量不多 那 通常主要用在于表示感叹或是感动这种心情上的感觉 或是表呼喊别人 或是表应答yes or no 打招呼 还有要喝 要喝不多啦 其实就几个词而已 那最多的就在这里 感叹或感动 然后老师再重复一次 他通常是位于聚首 然后我会劝同学聚首 后面再来一个斗点 然后单独成 可以单独成为一个独立词 像 这里第二句啊 当然这个啊的时候呢 我们最好有上下文 不然不知道你在啊什么 那这里的话 当然 他可能是 看到渣狼的那种惊讶啊 的意思 好 以上是感叹词 这个单元我们讲解到 这边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晚安 祝你好运 我是小和 t吗 太厚了 这个吧 这边